实现这么一个卡片翻转的效果啊 实验起来并不复杂啊 就那么几个关键点搞定了就完事了 首先呢 你要在一个容器里面呢定义两个元素 一个是一张图片 表示卡片的正面 那样是呢为face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文字啊 表示图片的背面 那样是呢为back 然后呢把这两个元素呢绝对定位 放到这个card的容器里面去 让这两个元素的完全重叠在一起啊 目前的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翻转效果 那么接下来呢来设置一下它的别的样式 首先我们搞定正面吧 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楚呢 我暂时性的啊 啊 它的背面 给它设一个半透明0.3或者是0.5 这样子呢 你看得清楚一点啊 首先搞定它的正面 正面有个什么效果呢 当鼠标移入到这个卡片的时候啊 它的正面 它要做一个180度的翻转 那么这个时候呢 给它设置一个transform rotate y 负的180度 咱们试一下啊 鼠标移入 你看是不是有翻转 只不过那个翻转的没有过程 那好说 找到正面加上一个tracation 0.5秒吧 保存 看一下是不是有翻转了 不过呢 这个翻转了 目前没有立体效果啊 那这个也好说 找到它的容器card 给它设置一个紧深 perspective 比方说500吧 保存 看一下 现在就有立体效果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希望的是翻转过后 正面就看不见了 是吧 那么怎么让它实现 翻转后看不见呢 这个时候呢 要找到这个元素 给它设置一个属性 叫做like face visibility 表示背面的可见度 把它设为heighton 表示不可见 保存看一下 那么这样翻转过后 是不是就是背面了 背面是看不见的 那么搞定了正面效果之后呢 这个背后的那个元素 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就能搞定 对吧 一开始呢 背后那个元素啊 它是翻转过去的 然后呢 它的tracing呢 也要加上 然后它的背面呢 也是不可见的 于是呢 一开始你是看不见背面那个元素的 然后鼠标移入 你看 正面翻转 那么接下来 我只需要让鼠标移入的时候 背面那个元素给我转回来 是不是完事了 保存看一下 走 最后呢 把这个透明度给它去掉啊 保存 走 整个效果就实现了啊 这是卡片翻转效果 以后呢 遇到类似的效果呢 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去完成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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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